大家好 今天要来分享一个住宅的惯例 一个好的住家的风水 确实对我们的运势影响是很大的 我们看到画面上 这个詹普人他是想要搬家搬到北京去住 原来他是在上海工作 但是因为他要调到北京去 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要找到一个房子 从上海搬到北京 那时间是非常紧迫的 所以他给我这个地址 我帮他占卜之后 哇这个房子是不行的 但是没办法 他虽然没有时间找房子了 只好勉强的住进去 当然也有问我说 是不是可以调整洋宅这样子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但是占卜之后呢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那也没办法 他只好硬的头皮住进去了 那租进去之后呢 大概一个月左右 房子开始漏水 那天花板 客厅天花板也漏 房间也漏 那每天他下班都要 接七八桶的水 很辛苦 所以这也没办法住了 只好另外再找房子 这样前前后后 包括不能退回的押金 这样花了大约 新台币二十几万 对一个上班族来说 二十几万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所以一个好的房子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可以透过占卜 来先预测这个房子的好坏 OK 好 接下来来跟大家讲解这个 卦像 在讲解卦之前呢 我们看到画面右上角有一个五行相生相克的图 这个是很简单 大概有个概念这样就好 那五行是木火土金水 外圈的话它是相生的 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水生木 那跳一格的话它是相克的 木克土 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这样子 好 大概有一个概念这样就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 正式讲这个卦怎么看 我们在占卜的时候 通常会设定这个适摇是代表那个占卜人 那硬摇是代表他问的那个事情的相对关系 那这个问题是问房子 所以硬摇我们设定是那个房子 那个洋宅 OK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洋宅好了 OK 那洋宅的话呢 我们看到有两个窑发动了 动出一个山河的木局 这个山河是亥卯位的木局 木的话它会克土 这里 它会克土 好 土呢 在这个卦里面它是什么意思 土在这个卦里它是代表财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它会克土 而且是很严重的 三河是代表力量很越来越大 时间越来越久 一直住下去就是一直破财 好这个房子是非常严重的 克土很严重 好 好 那我们来看市窑 市窑 市窑呢它是 止水化成丑土 止水化成丑土 土 它会克水 好 我们看上面这个土 土会克水 好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这个占卜人后来他自己会做一个动作 什么化回头 土会克水嘛 也就是他后来就不住这里了 搬出去了 这样 其实这个我们在前面都有预测 但是实在太急了 没有办法 只有这个选项而已 所以只好硬的头皮搬进去 好 所以你看一个阳宅 有如果有预测的话 可以不要住进去是最好的 或是可以透过调整 好来改变那个缺缺点 好 所以 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不管是买房子 或是租房子 好 一定要先透过占卜来确定这个阳宅 对我们是好还是不好 好 那如果好的话 再看看能不能更好 如果不好的话 是不是可以透过调整阳宅来改善 如果实在都不行的话 真的是不要再住进去了 好 所以 透过这个占卜的工具 我们才可以达到趋吉避凶的效果 OK 好 以上是住家占卜的挂例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